我要放行李箱跟两盒的鞋子 东去春来准备换季 上班族谢小姐提着整箱行李 准备在这拥挤的都市中 找到这些杂物的藏身之地 打开锁头 铁门后面别有洞天 不论是看过的书籍 换季的衣物 还是舍不得丢的玩偶 通通能塞在这里 这是最近迅速窜起的迷你仓库 成了都会族祭物的头号选择 我是为了节省房租 是跟姐姐一起住在一个小套房 那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就是两个人都必须 在家工作 就会觉得那个空间很窄 那其实工作上的效率也会不太好 所以我们才有讨论说 就是来各自租一个这样的仓库 一个柜位月租金两千块以内 虽然现在流行断舍离 但念旧的人也不必急着丢弃 迷你仓库空间提供另一种选择 像现在非常流行的这种迷你仓库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高度是180公分 宽度跟深度约莫都是100公分左右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的空间你用不到 那其实也有提供小型的这种迷你商的服务 让你存放小东西 因为我们的柜子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说我们其实都开在台北市的精华区域 然后我们会同意拉到我们瑞芳 24小时恒温恒湿的藏库做保管 那主要顾客要取用物品呢 其实非常简单 他只要24小时之前预约取回 那我们会整柜再从我们中央仓库拉回来 这家迷你仓库广受25到34岁女性青睐 原本只有线上服务 近日开了实体店面 让使用客群变得更广 而另一家仓储公司则主打自主管理 使用绑定的悠游卡 能够24小时自由进出 推台手推车就能自主存放 外头还附带宽阔停车场 地点就坐落在交通方面的都会区外围 仓库尺寸更多元 摩托空间有20几种的仓库 那他的size就是由XS到XL跟买衣服一样 那八成家庭用户呢 他的需求是搬家装潢跟杂物居多 那我们的空间他是采自主室的管理 从保险箱到大货仓 各种空间不管是堆放居家杂物 还是搬家装潢 业者标榜绝对让你放 像这边最大的仓储空间呢 是一个二乘四公尺宽的大仓库 空间大到我可以在里面做开合跳都没有问题 迷你仓库在台湾快速崛起 有三大要素 包括居所不定 外派出差或留学的过渡性需求 以及公司行号存放货物的商业需求 但最关键的还是住宅空间太小 需要额外储藏空间的家庭需求 根据内政部最新公布的房价所得比 台北人平均要不吃不喝13.7年才能买得起房子 不少人干脆选择来租房子 但是空间太小杂物没地方摆 干脆就租个迷你仓储来作为解套的办法 财政部统计 截至2019年11月 储物空间出租相关业者共74家 市场规模约28.6亿元 2018年全年更创造将近40亿元的商机 在地狭人愁的台湾成为新兴产业链 小坪数的住宅单元的产品 可能慢慢变成主流 就代表现在大家的购买能力 只能购买这一种 那个使用空间可能是不足的 那可能就会延伸一些新形态 对于空间的使用的模式 疫情让大家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 居家生活空间变得更加重要 薪水不变 房价飙涨 也只能聪明利用现有空间 让狭窄的鸟笼居 变成宽敞的大套房 TVBS新闻陈建平光君台北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下载TVBSAPP 或直接按订阅TVBS新闻频道